剛剛西川流的老師跟我說啊 那些舞蹈啊 都有科學根據的喔 是有科學運算過的舞蹈 很厲害的 哈囉我是BursaeSanchan 大家好 我是Sanchan 看我今天的這身裝飽 超級漂亮的 我是合佛 我今天是在台中的名古屋西川流 日本無泳之家 這邊呢不僅可以穿到 日本很傳統的日式和服之外 還可以學日本舞蹈喔 日本舞大流派之中 最古老的一派就是西川流派 而且這個舞蹈呢 老師也都是有執照的 老師還是台灣這個考學執照的第一人喔 所以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那待會就要來學習日本舞蹈了 很期待 你進來啊就會看到這邊 這個超漂亮的 而且你看這個竹子 聽說是台灣人住民 來這邊本來是綠的 在這邊現場 消消變成這樣子 這個是日本的舞蹈嘛 可是結合了台灣的元素 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這個整個 藝術空間真的是很舒服 整個環境很寬敞 這個眼睛看起來都超精緻的 很可愛 很漂亮 看起來超好吃的喔 然後都是這位先生做的 超厲害的 他在台中有開店喔 你也好 或者是像我們這套衣服是 日本的很正式的 提摩的就是訪問座 也是一樣 我們的站姿就會變得優雅 就不會像人家 外面沒有許貴站這樣 對 對對對 我們就不會啦 好 好 你們只要這樣子閃光 大家就會一直看你們 你們好對不對 可能這些嘉賓 這些美女從來過來 這個好棒 做美啊 做三步電鋒 好來 一 你 上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可以啊 好 好 可以啊 宣傳 刚刚西川流的老师跟我说啊 那些舞蹈啊都有科学根据的哦 就是有那个测量的贴片啊 贴在这个身体上啊 是有科学运算过的舞蹈 很厉害的 对真的就是运动完之后 真的有一身汗的感觉 不是因为穿的衣服的关系 比较很健康的感觉 好那我刚刚学习到美姿美姨 这个重点是脚 假设我们要朝这边的话呢 左脚就要这样子 就有点像T字形这样子 他们说这个是小鸟嘴 大拇指跟食指扣住 然后这样子 对这样子 虽然我没有摆得像老师那么优雅 然后如果右边的话呢 脚也要跟着转哦 然后我手就是这样子的 刚刚让我觉得很惊艳的是 用餐的礼仪 很小的细节老师都有教到 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啊 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 女生这个这边会不方便的不对 那很多人不懂的人会直接掀起来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哦 拿远的东西要这样子 一定要拿这样子 然后很优雅的吃 这样子很优雅的拿 那茶的话呢就是左手这样子拖住 这样子拿 喝的时候啊 茶垫就大概在这边的位置 然后拿起来之后呢 要这样子转 转到自己的嘴巴这样子喝 喝完之后呢 再转 再放 这样子 女生就是会擦口红 然后口红可能会沾到杯子 都不对 口红呢 你不可以直接用卫生纸去擦它哦 要用手去擦你的杯子 然后你的手沾到口红了之后 要再擦在这个卫生纸上 但是呢 这个卫生纸你不能就这样子摆着 你要把它折起来 不可以让别人看到你的口红 可以从这个小小的细节就看得出 来这边大家都可以变成俗女的感觉 那因为以往啊 就是我在日本看过其他的流派的舞蹈 那时候也看也觉得很感动 很漂亮 可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现在不用到日本去 在台湾也可以享受这么正宗正派的日本舞蹈 今天真的我来这边非常的感动 有震撼到我 从一进来的这个门口 他们的这些布置啊 很小的地方 细微的地方 都是很讲究的很精致的 我们现在不用花大钱去日本 在台湾也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气息 跟日本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甚至还觉得我今天穿的这个和服啊 偷偷跟大家说 比我在京都穿的还要更精致耶 让我吓到了 因为它里面呢 就是塞了很多东西哦 真的就是非常的用心耶 这些步骤呢 比京都的还要多很多 对让我非常的惊艳 所以这边真的很推荐大家来玩玩哦 好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 还有其他类别影片 也别忘了按铃铛 才会有新影片通知哦 还有Facebook Instagram 也欢迎这周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